后一叠罚单摊在桌上 收到罚单的正姓女子相当的无奈 家住彰化田中的正姓女子发现 最近开车回家时 从巷子弯进自驾的三合院里 只要没打方向灯就会被检举 短短半个月就接连收到64张交通违规罚单 7万多元的罚款 等于是她三个月的薪水 正姓女子追查发现 原来是对面的邻居 在屋檐装设了许多监视器进行检举 而她也透过监视器的画面 指控邻居的家人 半夜停车时故意按下警报器吵人 清晨还拿东西乱敲围离 发出刺耳的噪音 被指控的邻居出面反击 她说正姓女子的男友 半夜酒后闹事 刺破别人车子的轮胎 还用石头砸破她休旅车的车窗 放任小孩晚上在马路上打篮球 甚至放鞭炮制造噪音 警方受理检举审核违规试证 依法开单告发 94件检举案 其中64件成案 邻居失和没有好好沟通 却都用录影监控的方式作为反制 也让街坊居民议论纷纷 华氏新闻林建峰洋 综艺谢综艺彰化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